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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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其取名李秀若 1929年 14岁的李秀若小学毕业 跟着养母陈察回到祖国 在陈嘉庚创办的极美学校旧途 李林侄女李周灵 介绍李林世纪登文中设在李林世纪陈列馆里 对着一张李林堂兄李太子的全家福照片 李林的侄儿李周灵 向记者介绍着李林的过往 李秀若从一年回来就记住在唐嫂家里 后来听唐嫂说 她的性格很活泼 像个男孩子 喜欢运动 尤其是打篮球 1931年918事变后 李秀若积极参加抗日宣传队 1935年转到上海爱国中学读书 后来考入北平私立民国大学政治经济系 因为敬佩列宁 李秀若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林 在北平 李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来到抗日前线山西太原 在国民师范军政干部训练委员会参加训练 在此期间 李林认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区界 李周灵说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区界登两渡来龙溪地区 为李林寻心 军没有消息 姑妈离开家乡后 家人就断了联系 很多年来 家人都在找她 一直以为 姑妈应该是在哪个学校当老师 直到我的父亲当时看了电影《烽火乔女》 他觉得电影里乔女的生平 跟姑妈十分稳和 这才去乔莲何时 李周灵说 乔莲通知了姑父区界 最终才对上号 确认李林就是姑妈李秀若 当时知道姑妈就是抗日大英雄 我们感到无比光荣 李周灵说 魂归故李英烈精神 立后人 每次讲起李林的故事 七十多岁的林静华 总会忍不住留下泪水 林静华是龙海市李林研究会成员 多年来一直热心呼吁筹建李林纪念馆 读一年级时 老师讲述了李林的英雄事迹 那时候我的感触很深 多年后 我才知道原来那位女英雄是老师在极美的同学 我希望大家知道 家乡还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女英雄 让李林精神鼓舞更多人 不断的传承下去 林静华激动的说 谈起李林世纪陈列馆 在双地华侨农场落成 背后还有一段故事 2016年 龙海市李林研究会 一直在为李林世纪陈列馆选址的事情烦恼 在龙海老干部周亚森的牵线搭桥下 林静华等人 与陆凯农庄张松永总经理取得联系 没想到 说明来意后 张松永一口答应下来 双地华侨农场环境优美 是华侨居住地 大部分都是印尼龟桥 李林自身就是印尼华侨 在这里建立李林世纪陈列馆再核实不过了 张松永介绍 李林世纪陈列馆 去年10月开始破土动工 目前一期建设 这面积3000平方米 已投入资金300万元 韩竹展馆及四周绿化 交速 道路等 作为坐落于印尼龟桥开创的双地华侨农场之内的陆凯庄园 有责任将华侨抗日女英雄的故事广泛传播 让她抗日爱国的精神落地生根 陆凯生态庄园董事长吴永川表示 为张州有这样一位华侨女英雄而被感骄傲 李林列史是100名为新中国做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列入300名互名抗日英列和英雄群体名露 李林是张州人 这也是让张州人民引以为道的事情 福建华侨历史学会会长谢小剑说 李林是乔界唯一的抗日女英雄 李林是继陈列馆的落成 可以成为广大市民 尤其是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相关资料 珍贵的李林集物李林庄衣服用的皮箱 张旭徐世新设 李林庄日记的箱子等文中设李林在极美学校读书时 用过的笔筒黄纸墙设 在新洛城的李林世纪尘 历馆内有个年代久远的大类十字小笔筒特别引人注目 笔筒上雕刻着木桶和黄牛 笔筒的背后清晰地刻着李秀若知 至于1931年2月 这个不起眼的笔筒 是李林在极美学校读书时使用过的 听沈顺说 姑妈李林在极美学校读书时 对文学十分喜爱 那时候她想成为文学家 看了很多俄国十九世纪作家图格涅夫的作品 李林侄女李周灵介绍说 这个笔筒陪伴李林度过快乐的学习时光 在李林的遗物中 还有两个铁箱子 李周灵指着其中一个秀气斑斑的铁箱说 这些铁箱是爷爷李瑞奇和姑妈李林 从印尼带回来的 李林以前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 很多日记本就放在这个箱子里 李林的这些遗物一直被保存在家里的阁楼 听说李林是继陈列馆建成后 李林的亲属很支持 特地把当时李林用过的装衣服皮箱 竹制的杂物栏 铁皮形的箱 还有她在集美学校图书时候用过的餐具 都捐献出来展览 本报记者邓娜来源 闽南日报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